第一节内外合作以求自强 宫亲王及文祥从英法联军的经验 得了三种教训 第一 他们确切地认识到西洋的军器和练兵的方法远在我们之上 咸丰十年 1860年 担任经经防御者的是僧格林庆和圣保 这两人在当时是有名的大将 他们惨败了以后 时人只好承认西洋军队的优胜 第二 宫亲王及文祥发现 西洋人不但愿意卖军器给我们 而且愿意把制造军器的秘密及训练军队的方法交给我们 这泼出于时人意料之外 他们认为这是我们自强的机会 第三 宫亲王及文祥发现 西洋人并不是他们以前所想象的那样狼子野心 不守信义 英法的军队虽然占了北京 并且实力充足 能为所欲为 但北京条约定了以后 英法居然依据条约撤退军队 交还首都 时人认为这是了不得的事情 族政西洋人也守信义 所以对付外人并不是全无办法的 从这三种教训 宫亲王及文祥定了一个新的大政方针 第一 他们决定以仪器和仪法来对付宜人 换句话说 他们觉得中国应该接受西洋文化之军事部分 他们于是买外国军器 请外国教官 他们说 这是中国的自强之道 第二 他们知道自强不是短期内所能实现的 在自强没有达到预期的程度以前 中国应该谨守条约以免战争 宫亲王及文祥都是有血性的人 下了很大的决心要推行他们的新政 在国家危急的时候 他们胆敢出来与外人周旋 并且专靠外交的运用 他们居然收复了首都 时人认为这是他们的奇功 并且宫亲王是咸丰的亲帝 私质的亲疏 他们的地位是全朝最亲贵的 有了他们的决心和滋望 他们在京内成了自强运动的中心 同时 在京外的曾国藩 左宗棠 胡林义 李鸿章诸人也得着同样的教训 最初使他们注意的是外人所用的轮船 在长江下游私运军火粮食卖给太平军 据说 胡林义在安庆曾有过这样的经验 持至江滨 忽见二阳传 古人西上 迅如奔马 吉如飘风 文中 胡变色不语 勒马回迎中途偶血 机智舵马 言丹初上书 向在文中目府 美与文中论即阳雾 文中者摇手臂目 神色不宜者久之 日 此非无备所能之也 可见轮船给胡文中印象之深 曾 左 李 大致相同 曾在安庆找了几位名书里的旧学者和铁匠木匠去试造轮船 造成了以后不能行动 左在杭州做了同样的试验 得同样的结果 足证这班人对于西洋机械的注重 在长江下游作战的时候 太平军和乡军 淮军都敬买洋枪 李鸿章设大本银于上海 与外人往来最多认识西洋文化 亦比较深切 他的部下还有英国军官戈登 郭等统代的常盛军 他到了上海不满一年 就写信给曾国藩说 红章长晚因法提督兵船 见其大炮之精纯 紫药之细巧 济泻之鲜明 队伍之雄长 实非中国所能及 身以中国军器演训外扬为耻 日介遇将士虚心忍辱 学的西人依尔秘法 欺有增益 若驻上海 久而不能自取洋人掌绩 就毁多矣 同志三年 1864年 他又写给宫亲王何文祥说 红章切意为 天下是穷则变 变则通 中国士大夫沉浸于张巨小凯之机席 武夫汉族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 以致用非所学 学非所用 无事则置外国之利器为奇迹银巧 以为不必学 有事则见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 以为不能学 不知洋人是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 已数百年 一旦豁然贯通 参一洋而配造化 时有指挥如意 从心所欲之快 前者因法各国 以日本为外府 四亿珠球 日本君臣发奋为雄 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 往西国志气场 施习各异 又够志气之气 在本国志习 现在已能驾驶轮船 遭放炸炮 去年英人虚声愁喝 以兵临之 然英人所视而为攻占之利者 彼以分善其长 用事宁然不动 而英人 故无辱之河也 夫君之日本 其名之倭寇也 据西国远 而据中国近 我由以自利 则将复利于我 亏似西人之短长 我无以自强 则并效由干比 分西人之利数 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 尚能及时改辙 之所取法 然则我中国 身为穷极儿童之故 夫义可以恍然遍迹 杜志有言曰 立不百 不变法 公不实 不义气 苏子瞻曰 言之于无事之时 足以为名 而恒苦于不信 言之于有事之时 足以见信 而以苦于无疾 红章以为 中国欲自强 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 欲学习外国利器 则莫如密志气之气 施其法而不必禁用其人 欲密志气之气 与志气之人 则我专设一颗曲世 始终申玄 以为富贵功名之乎 则亦可成 亦可经 而才亦可及 这封信 是中国十九世纪 最大的政治家 最具历史价值的一篇文章 我们应该再三诵读 第一 李鸿章认定 中国到了十九世纪 唯有学西洋的科学机械 然后能生存 第二 李鸿章在同志三年 1864年 已经看清中国与日本 孰强孰弱 要看哪一国变得快 日本明智为新运动的世界的 历史的意义 他一下就看清了 并且大声疾呼 要当时的人 蒙行与努力 这一点由足以表现 李鸿章的伟大 第三 李鸿章认定 改革要从培养人才下手 所以他要改革 前清的科举制度 不断死也 他简直要改革 是大夫的人生观 他要是大夫放弃 张具小凯之机席 而把科学工程 选为终身富贵的胡的 因为李鸿章 认识时代之清楚 所以他成了同志 光绪年间 自强运动的中心人物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 做事极不容易 同志年间起始的自强运动 虽未达到目的 然而能有相当的成绩 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倘若当时没有公亲王及文翔 在京内主持 没有曾国藩 李鸿章 左宗棠 在京外推动 那么英法联军 及太平天国以后的中国 还要麻木不仁 好像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一样 所以我们要仔细研究 这几位时代领袖人物 究竟做了些什么事业 步步向前进 自强的事业颇多 我先则其要者列表于下 咸丰11年1861年 公亲王及文翔 聘请外国军官训练新军与天津 同年公亲王和文翔 设立同文馆于北京 是为中国新学的起始 同年公亲王和文翔 波总瑞斯赫德Robert Hart购买炮舰 聘请英国海军人员来华创设新水师 同志二年1863年 李鸿章设外国语文学校于上海 同志四年1865年 曾国藩 李鸿章设江南机器制造局于上海 复设艺书局 同志五年1866年 走宗棠设造船厂于福州 复设船证学校 同志九年1870年 李鸿章设机器制造局于天津 同志十一年1872年 曾国藩李鸿章挑选学生赴美国留学 同年李鸿章设轮船招商局 光绪元年1875年 李鸿章筹办铁甲兵船 光绪二年1876年 李鸿章派下级军官赴德学陆军 船证学生赴英法学习造船和驾船 光绪六年1880年 李鸿章设水师学堂于天津 设电报局请修铁道 光绪七年1881年 李鸿章设开平矿物局 光绪八年1882年 李鸿章驻吕顺军港 创办上海机器制补厂 光绪十一年1885年 李鸿章设天津五倍学堂 光绪十三年1887年 李鸿章开办黑龙江木和金矿 光绪十四年1888年 李鸿章成立北洋海军 以上全盘建设事业的动机是国防 故军事建设最多 但我们如此细研究就知道 国防的近代化牵连甚多 近代化的军队 第一 需要近代化的军器 所以有江南及天津 两个机械制造厂的设立 那两个厂实际大部分是兵工厂 第二 新式军器必须有技术人才去驾驶 所以设立五倍学堂和派遣军官出洋留学 第三 近代化的军队必须有近代化的交通 所以有造船厂和电报局的设立 及铁路的建筑 第四 新式的国防比旧式的费用要高几倍 以中古的生产来负担近代的国防 是绝对不可能的 所以李鸿章要办招商局 来经营沿江 沿海的运输 创立制补厂来挽回权力 开煤矿 金矿来增加收入 自强运动的领袖们 并不是事前预料到各种需要而定一个建设计划 他们起初只知道国防近代化的必要 但是他们在这条路上前进一步以后 就发现必须再进一步 再进一步以后又必须更进一步 其实必须走到尽头 然后能生效 近代化的国防不但需要近代化的交通 教育经济 并且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 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 换句话说 五国到了近代要图生存 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 曾国藩诸人虽向近代化方面走了好几步 但是他们不彻底 但是他们不彻底仍不能救国救民族 第三节前进遇着阻碍 曾国藩及其他自强运动的领袖虽走的路线不错 然而他们不能救国救民族 此其故何在 在于他们的不彻底 他们为什么不彻底呢 一部分因为他们自己不要彻底 大部分因为时代不容许他们彻底 我们事先研究领袖们的短处 宫亲王易进、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 这五个大领袖都出身于旧社会 受的是旧教育 他们没有个人能读外国书 除李鸿章以外 没有一个人到过外国 就是李鸿章的出扬 尚在甲午战败以后 他的建设事业已经过去了 这种人能毅然决然推行新事业就了不得 他们不能完全了解西洋文化是自然的 很可原谅的 他们对于西洋的机械是十分佩服的 十分努力要接受的 他们对于西洋的科学也相当尊重 并且知道科学是机械的基础 但是他们自己毫无科学机械的常识 此外更不必说了 他们觉得中国的政治制度及立国精神是至善至美 无需学西洋的 事实上他们的建设事业就遭了旧的制度和日的精神的阻碍 我们可以拿李鸿章的事业做例子 李鸿章于同志九年1870年起始作直立总督兼北洋大臣 因为当时要人之中以他最能对付外人 又因为他比较勇于认识 而且他的怀军是全国最近代化最得力的军队 所以从同志九年1870年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中日战争 李鸿章是那个时代的中心人物 国防的建设全在他手里 他特别注重海军 因为他看清楚了如果中国能战胜日本海军 无论日本陆军如何强 不能进攻高离 更不能危害中国 那么李鸿章办海军第一个困难是经费 经费所以困难就是因为中国当时的财政制度 如同一般的政治制度是中古式的 中央政府没有办海军的经费 只好靠各省协计 各省都承见很深 不愿合作 在中央求各省协助的时候 各省务求其少认定了以后 又不能按期十足拨款 总要延期打折扣 其次 当时皇室用钱 漫无限制 而且公司不分 同志死了以后 没有祭祀 于是西太后选了一个小孩子做皇帝 年后光绪 而石泉还是在西太后手里 等到光绪快要成年亲政的时候 光绪和他的父亲 纯亲王一臣 派西太后不愿意把政权交出来 纯亲王定计重修一和园 一则已表示光绪对西太后的孝敬 一则使西太后臣干游乐就不干政了 重修一和园的经费很大 无法筹备 纯亲王来请李鸿章设法 李氏不敢得罪纯亲王 更不敢得罪西太后 只好把建设海军的款子一座重修一和园之用 所以在甲午之战以前的七年 中国海军没有天定过一支新船 在近代政治制度之下 这种事情是不能发生的 在李鸿章所主治之机关中 并没有新式的文官制度和审计制度 就是在吉连杰 吉严谨的领袖之下 没有良好的制度 贪污尚且无法杜绝 何况李氏本人就不连结呢 在海军办军序的人 经手的款项计多 发财的机会就更大 到了甲午战争的时候 我们船上的炮虽比日本的大 但炮弹不够 并且子弹所装的不尽是火药 外商与官吏狼狈为奸 私人发了财 国士就败坏了 李鸿章自己的科学知识的幼稚 也是他的事业失败的缘故之一 北洋海军出成立的时候 他请了英国海军有经验的军官 做总教官和副司令 光绪十年 1884年左右 中国海军纪律很严 操练很勤 技术的进步很快 那时中国的海军是很有希望的 后来李鸿章勿听人言 慈浪英国海军的军官 而聘请德国陆军骑兵的军官 来做海军的总教官 以后中国的海军的技术反而溃步 并且李鸿章所用的海军总司令 是个全部支海军的丁汝昌 丁是原始怀军带马队的 他做海军的领袖 当然只能务事 不能成事 甲午战争的时候 中国海军占世界海军的第八位 日本的海军占第十一位 我们的失败不是因为船不如人 后不如人 为战略战术不如人 北洋海军的情形如此 其他的自强事业莫不如此 总之 彭智 光绪年间的自强运动 所以不能救国 不是因为路线错了 是因为领袖人物还不够新 所以不能彻底 但是倘若当时的领袖人物更新 更要进一步的接受西洋文化 社会能容许他们吗 社会一定要给他们更大的阻碍 他们所行的那种不彻底的改革 以遭一般人的反对 若再进一步 反对一定更大 譬如铁路 光绪六年 1880年 李鸿章 刘明传奏请建筑 到了光绪二十年 1894年 还只修建天津附近的一小段 为什么呢 因为一般人相信修铁路会破坏风水 又譬如科学 同志五年 1866年 龚亲王在童文馆天社科学班 请外国科学家做教授 招收汉林院的人员做学社 他的理由是很充足的 他说买外国轮船枪炮不过衣食权宜之计 治本的办法在于自己制造 但是要自己制造 非有科学的人才不可 所以他想请外国人来教中国青年学习科学 他又说服天下之耻 莫齿于不弱人 日本最而小国尚之发愤为雄 读中国纽于阴寻击席 不思振作 耻熟甚焉 今不以不如人为耻 而读以学其人为耻 将安干不如 而终不学 遂可学其耻平 他虽说的名正言顺 但还有人反对 当时北京有位名高望重的大学士窝人就大声疾呼的反对说 切文立国之道 尚礼义不尚权谋 根本之徒在人心 不在记忆 今求之一意之末 而又奉疑人为师 无论疑人诡诀 未必传奇精巧 即使教者成教 所成就者不过数数之事 古今来未闻有是数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 天下之大 不换无才 如以天文算学必须尽习 博彩旁求必有经其数者 何必疑人 何必失事疑人 宫亲王奋恺急了 他回答说 该大学士既以此举为是爱 自必别有良途 如果时有妙策 可以治外国而不为外国所致 陈等自当追随大学士之后 劫其豹昧 悉心商办 如别无良策 仅以忠信为甲位 礼义为甘草等词 未可折冲尊祖 足以置敌之命 陈等使未敢信 窝人不过是守旧的糊涂虫 但是当时的士大夫居然听了他的话 不惧投考同文馆的科学班 同志光绪年间的社会如何反对新人新政 我们从郭松道的命运可以更加看得清楚 郭氏的教育级出身和当时一般士大夫一样 并无特别 但是咸丰末年因法联军之意 他跟着僧格林沁在大孤口办交涉 有了那次经验 他根本觉悟 知道中国非彻底改革不可 他的觉悟还比公亲王诸人的更深刻 据他的研究 我们在汉唐集圣时代 故常与外族平等往来 立官自首而有独自尊大的哲学 是南宋势力 衰弱时代的理学先生们提倡出来的 绝不足以为训 同志初年 江西南昌的士大夫群起毁教堂 沙船教室 巡抚沈宝版 林泽徐的女婿 称赞士大夫的正气 郭松泰则斥则审视顽固 郭氏做广东巡抚的时候 汕头的人像以前的广州人 不许外国人进城 他不顾怯 强迫汕头人遵守条约 许外国人进城 光绪元年1875年 云贵总督曾御英 因为反对英国人进云南 秘密在云南缅甸边境上 把英国使馆的翻译官杀了 郭松寿当即上勤 弹劾沉玉英 第二年 政府派他出使英法 中国有公使驻外从他起 他在西欧的时候 努力研究西洋的政治 经济 社会 他觉得不但西洋的轮船枪炮 值得我们学习 就是西洋的政治制度 和一般文化都值得学习 他发表了他的日记 送给朋友们看 他常写信给李鸿章 报告日本 派到西洋的留学生 不限于机械一门 学政治 经济的都有 他劝李鸿章 扩大留学范围 他的这些超时代的议论 引起了全国士大夫的谩骂 他们说郭松道是个汉奸 有二心于英国 湖南的大学者 如王阁运之流 赚了一副对子骂他 出乎其泪 跋乎其罪 不容于谣顺之事 未能是人 焉能是鬼 何必去父母之邦 王阁运的日记还说 湖南人致耻与为伍 郭松泰初始两年就回国了 回国的时候 没有问题 他是全国最开明的一个人 他对西洋的认识远在李鸿章之上 但是识人反对他 他以后全无机会做事 只好隐居湖南从事著作 他所著的养之书无文集 至今尚有批阅的价值 继郭松寿做驻英法工史的史曾继泽 他在外国五年多 略是英语 他的才能眼光与郭松寿等 因为他御用外交从俄国收回伊犁 他是国际有名的外交家 他回国的时候 暴定志向要推进全民族的近代化 却是他也遭识人的反对 找不着机会做事 不久就气死了 同光时代的士大夫阶级的守旧 既然如此 民众是否比较开通 其实民众和士大夫阶级 是同比恐出气的 我们近六十年来的新政 都是自上而下 并非由下而上 一切新的事业都是由少数先知先觉者提倡 费尽苦心 慢慢地奋斗出来的 用武以前 这少数先知先觉者都是在朝的人 用武以后 革新的领袖权慢慢地转到在野的人的手里 确实这些在野的领袖都是知识分子 不是民众 严格说来 民众的迷信是我民族近代 接受西洋文化的大阻碍之一 第四节 士大夫轻举妄动 在同世 光绪年间民众的守旧虽在士大夫阶级之上 但是民众是被动的领导权统治权是在士大夫阶级手里 不幸 那个时代的士大夫阶级除极少数外 完全不了解当时的世界大事 同志共13年 从1862年到1874年 在这个时期内 德意志统一了 意大利统一了 美国的中央政府也把南方的独立运动消灭 恢复而又加强美国的统一了 那个时期是民族主义在西洋大成功的时期 这些国家统一了以后 随着就是国内的大建设和经济的大发展 在同志以前 列强在国外行帝国主义的锦英俄法三国 同志以后加了美德意三国 竞争者多了 竞争就越厉害 并且在同志以前 英国是世界上唯的工业化国家 全世界都销售英国的制造品 同志以后 德 美法也逐渐工业化 资本化了 国际上除了政治势力的竞争以外 又有了新起的热烈的经济竞争 中国在光绪年间处境的困难 远在道光 咸丰年间之上 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大敌人 同志 光绪年间如此 现在还是如此 要救国的志士应该人人了解帝国主义的真实性质 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有关系的 关系可以说有三层 第一 资本主义的国家贪图在外国投资 国内的资本多了 利息就低 譬如 英美两国资本很多 资本家能得4%的利息就算很好了 但是如果英美的资本家能把资本投在中国或印度或南美洲 年率很容易达到7%或更高些 所以英美资本家竟向未开发的国家投资 但是接受外国来的资本不一定有害 英美的资本家也不一定有政治野心 长江流域有太平天国之乱的时候 北方有年匪 闪 甘 新疆有回乱 清廷令左宗棠带乡军去收复西北 俄国趁中国回乱的机会就占领了伊犁 这是俄国趁火打劫的灌计 在19世纪 俄国占领我们的土地最多 闲峰末年 俄国趁太平天国之乱及英法联军 强占中国黑龙江以北及乌苏林以东的地方 共30万平方英里 现在俄国的阿姆尔省及滨海省包括海参危在内 就是那次抢夺过去的 在同志末年 俄国占领新疆西部 清廷提出抗议的时候 俄国又假仁假意的说 他全无领土野心 他只代表我们保守伊犁 等到我们平定回乱的时候 他一定把实地退还给我们 其实俄国预料中国绝不能平定回乱 中国势力绝不能再伸到新疆 那么俄国不但可以并吞伊犁 还可以蚕食全新疆 中国一是没有办法 只好把伊犁作为中国间的报案 左宗唐军事的顺利不但出于俄国意料之外 还出于我们自己的意料之外 他次第把陕西甘肃收复了 到了光绪元年1875年 他准备进攻新疆 军费就成了大问题 从道光30年1850年红袖泉起兵 到光绪元年1875年 25年之间 中国无时不在内乱内战之中 实以兵疲力尽 何能再经营新疆呢 并目交通不便 新疆民族复杂 面积浩大 成败似乎毫无把握 于是发生大辩论 左宗唐颇浩大喜功 他一意主进攻 他说祖宗所遗留的土地 子孙没有放弃的道理 他又说倘若新疆不保 陕甘就不能保 陕甘不保 山西就不能保 山西不保 河北就不能保 他的理由四平充足 言论十分激扬 李鸿章的看法 正与左的相反 李说自从乾隆年间 中国占领新疆以后 中国没有得着丝毫的好处 涂费住房的兵费 这是实在的情形 他又说中国之大祸不在西北 而在东边沿海的各省 因为沿海的省份是中国的精华 而且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在东方的 故于在西方的 自从日本违新以后 李鸿章更加焦急 他觉得日本是中国的真敌 因为日本一心一意谋我 他无所图 而且相隔气近 动兵比较容易 至千西洋各国彼此时相牵制 向外发展不限于远东 相隔又远 用兵不能随便 李鸿章因此主张不进攻新疆 而集中全国人力物力 干沿海的国防及腹地各省的开发 边省虽然要紧 但是腹地藏有损失 国家大势就去了 反过来说 倘若腹地强盛起来 边省集落属 自然就保存了 左宗堂的言论比较动听 李的比较合理 左是高调 李是低调 是大夫阶级一贯的上感情 唱高调 当然拥护左宗堂 于是借外债 以用各省的建设费 以供左宗堂进攻新疆之用 左宗堂的运气真好 因为新疆发生了内讧 并没有遇着坚强的抵抗 光绪三年1877年底 他把全疆克服了 中国乃派崇后为特使 到我国去交涉伊犁的退还 崇后所定的条约 虽收复了伊犁城 但承西的土地 积权割让于俄国 南疆及北疆 直交通闲要区亦割让 此外 崇后还许了很重要的通商权力 如新疆 加设俄国领事馆 兼甘肃 陕西到汉口的通商路线 及吉林松花江的航行权 士大夫阶级主张杀崇后 费约 并备战 这正是青年言论家如张之洞 张佩伦 陈宝琛出入头角的时候 清廷竟为所动 于是脚慌手忙 调兵前将 等到实际备战的时候 政府就感觉困难了 第一 从伊犁到高离东北角的图门疆指 严重 我的交界线处处都要设防 哪里有这么多军队呢 首当其冲的左宗旁在新疆的部队 就太疲倦 不愿打仗 第二 俄亚远东舰队故作声势 从海参闲开到日本扬面 中国因此又必须于沿海沿长江设防 清廷来启用彭玉林都长会水师来对付吴国的海军 横天林想满载向游木柴到日本扬面去施寻火工 两汉总督刘坤一和他开玩笑 说时代非三国 统帅非孔明 火工之计 恐怕不行呢 李鸿章看见书生五国 当然极为愤慨 可是抗战的情绪很高 他不敢公开讲和 他只好使用手段 把英国有名的军官戈登将军请来做军事故乡 戈登是个老实人 好说实话 当太平天国的末年 他曾带所谓长盛军立功不少 所以清廷及一般士大夫颇信任他 他的意见怎样呢 他说 中国如要对俄作战 必须做三件事 一 迁都于西安 二 长期抗战至少十年 三 满人预备放弃政权 因为在长期战争之中 清政府政权定不能维持 清廷听了戈登的意见以后 乃决心求和 我国近代史的一幕滑稽剧 才因此没有开眼 幸而我国在光绪三四年 1877到1878的时候 正与十二旗打仗 与英国的关系也很紧张 所以不愿多事 又幸而 中国当时有青年外交家 曾继泽 以极冷静的头脑 和极坚强的意志 去贯彻他的主张 原来从后锁定的条约 并没有奉政府的批准 尚未正式成立 曾继泽 曾继泽运用外交得法 挽回了大部分的通商权力 及土地 但长价加倍 共九百万卢布 英国驻俄大使称赞曾继泽说 凭外交从俄国取回 他已占领的土地 曾侯要算第一人 中俄关于伊犁的冲突 告一段落的时候 中法官干越南的冲突又起了 中国原来自己是个帝国 我们的版图除本部以外 还包括缅甸 仙罗 越南 琉球 高黎 蒙古 这些地方可以分为两类 蒙古属于第一类 归里分不管 中国派由大臣驻扎其地 第二类及高黎 越南等蜀国 实际中国与他们的关系很浅 他们不过暗期炒共 新王即位虚受中国皇帝的册封 此外我们并不派代表常驻其国都 也不干涉他们的内政 在经济方面 我们也十分消极 我们不移民 也不鼓励通商 简直是得不偿失 但是我们的祖先 何以费力去的这些属地呢 此中也有缘故 光绪七年 1881年 汉林院学士周德润先生说得清楚 陈文天子守在四夷 此成绿远幽深之计 古来敌国外患 扶之甚微 而续之甚早 不守四夷而守边境 则已无极矣 不守边境而守腹地 则更无极矣 我朝扶远广辟 龙沙燕海 静列翻封 以流九守东南 以高黎守东北 以蒙古守西北 以越南守西南 非所谓山河带立 与国同修七者斋 换句话说 在历史上 蜀国是我们的国防外线 是带我守门户的 在古代 这种言论有相当的道理 到了近代 局势就大不同了 英国在道光年间 直攻了广东 福建 浙厅 江苏 英 法联军只打进了北京 所谓国防外线 简直没有用处 唐使在这种时代 我们还要保存外线 我们也应该变更方案 我们应该协助这些弱小国家独立 因为独立的高黎 琉球 越南 缅甸 绝不能侵略我们 所怕的不是他们独立 是怕他们做帝国主义者的傀儡 无论如何 外人既直攻我们的腹地 我们无暇去顾外线了 协助这些弱小国家去独立 是革命的外交 正如苏联革命的初年 外受列强的压迫 内有反革命的抗战 列宁 兰兰 于是毅然决然放弃帝娃的蜀国 法国进攻越南的时候 土代夫阶级大半主张 以武力援助越南 张佩伦 陈宝琛 张之洞诸人特别激扬 李鸿章则反对 他的理由又是要集中力量 火速筹备 腹地的国防事业 兴廷一方面怕轻易的批评 一方面又怕援助越南 引起中法战争 所以举棋不定 起初是暗中接济 越南军费和军器 后来果然引起中法战争 那个时候官吏不分文武 文人友好谈兵 北京哪派主战派的激烈分子 张佩伦去守福州船场 陈宝琛去帮办两江的防务 用不着说 只上谈兵的先生们是不计事的 法国海军进攻船场的时候 张佩伦逃得顶快了 陈宝琛在两江不但无补实际 连议论也不发了 打了不久就讲和 和一刚成又打 再后还是接受法国的条件 越南没有保存 我们的国防力量反大受了损失 左宗唐苦心创办的福州船场 就在此时被法国毁了 第五节 中日初次决战 李鸿章在日本明智维新的初年 就看清楚了日本是中国的劲敌 他并且知道中国的胜负 要看哪一国的新军备进步的快 他特别注重海军 因为日本必须先在海上得胜 然后能进攻大陆 所以他反对左宗唐以武力收复新疆 反对为一型问题与俄国开战 反对为越南问题与法国打仗 他要把这些战费都省下来 作为扩充海军之用 他的眼光远在一般人之上 李鸿章既注重中日关系 不能不特别注意高黎 在国防上高黎的地位极其重要 因为高黎可以做敌人陆军 侵略我东北的根据地 也可以做敌人海军 侵略我山东河北的根据地 反过来看 高黎在日本的国防上的地位也很要紧 高黎在我们手里日本尚赶不安 一旦被我国或英国所战 那时日本所赶的威胁就更大了 所以高黎也是日本必争之地 在光绪初年高黎的国王李新年幼 他的父亲大运军李世英社 大运军是个十分守旧的人 他屡自杀传教士 坚决不与外人通商 在明治维新以前 日韩关系在日本方面 由幕府主持 由对马岛之诸侯执行 维新以后大权归日皇 所以日韩的交涉也改由日本中央政府主持 大运军厌恶日本的维新 因而拒绝与新的日本往来 日本国内的旧诸侯武士们提倡征韩 这种征韩运动 除了高黎不与日本往来外 还有三个动机 一、日本不向海外发展 不能图强 二、日本不先下手 西洋各国 尤其是我国 恐怕要下手 三、征韩能为一般不得志的武士谋出路 光绪元年1875年 日本明治八年 发生高离炮击日本船的案子 即所谓江华岛事件 主张征韩者更有所借口 当时日本的政治领袖如 盐仓、大九宝、伊藤、井上诸人 原反对征韩 他们以为维新事业未发展到相当程度以前 不应轻举妄动的贪图向外发展 但是在江华岛事件发生以后 他们觉得无法压制舆论 不能不有所主动 于是他们一面派黑田青龙 及井上率舰队到高离 去交涉通商友好条约 一面派孙尤里来北京试探中国的态度 并避免中国的阻抗 孙尤里与我们的外交当局大起辩论 我们始终坚持高离是我们的属国 如日本侵略高离 那就是对中国不有益 中国不能做事 孙尤里则说 中国在朝鲜的宗主权是有名无实的 因为中国在高离不负任何责任 就没有权利 黑田与井上在高离的交涉成功 他们锁定的条约承认高离是独立自主的国家 这就是否认中国的宗主权 中国应该抗议 而且设法纠正 但是日本和高离虽都把条文送给中国 北京没有向日本提出抗议 也没有责备 高离不守本分 中国实为传统观念所悟 照中国传统观念 只要高离承认中国为宗主 那就够了 第三国的承认与否是无关红指的 在光绪初年 中国在高离的威信甚高 所以政府很放心 就不注意日韩条约了 高离与日本订约的问题过了以后 中日就发生琉球的冲突 琉球自明朝红55年1382年起 隶属于中国 历500余年 琉球按期进贡 从未中断 但在明万历30年 1602年 琉球又向日本 散摩诸侯称诺 成了两鼠 好像一个女子 许嫁两个男人 幸而这两个男人 从未遇见 所以这种奇怪现象 竟安静无视地存在了 270多年 自日本维新 例行废番以后 琉球在日本看来 既然是散摩的番鼠 也在英费之列 日本初则阻止琉球入供中国 终则改琉球为日本一线 中国当然反对 也有人主张强硬对付日本 但日本实在时候选得好 因为这正是中国争议里的时候 中国无法 只好把琉球作为一个悬案 可是琉球问题暴露了日本的野心 是大夫平素看不起日本的 到这时 也知道应该戒备了 日本既能灭琉球 就能灭高梨 琉球或可不争 高梨则势在必争 所以他们专一筹划如何保存高梨 光绪56年1879 1880的时候 中国可以说出自有个高梨政策 李鸿章认定日本对高梨有灵土野心 西洋各国对高梨则只图通商和传教 在这种形式之下 应美法各国在高梨的权力欲多 他们就欲要反对日本的侵略 光绪5年1879年 李鸿章写给高梨要人李玉元的信说得很清楚 未经之计 四仪用以毒攻毒 以敌制敌之策 乘积次帝与太西各国立约 借以牵制日本 比日本是其诈力 以精吞蚕食为谋 费灭流求一事 显露端倪 贵国不可无以备之 然日本之所谓福者太西也 以朝鲜之力至日本或于其部族 一同与太西通商至日本 则绰乎有余 经过三年的劝勉与运动 高梨才接受这种新政 光绪8年1882年春 由中国介绍 高梨与英美德法定通商条约 高梨不幸呼吁子时发生内乱 国王的父亲大院军李氏 应一面反对新政 一面继王后 米氏家族当权 他于光绪8年1882年6月忽然鼓动兵变 围攻日本使馆 诸禄敏族要人 李鸿章的盟室薛福成建议中国火速派兵进高梨 平定内乱 一则已表示中国的宗主权 一则已防日本 中国派吴长庆率所部怀军直入高梨京城 吴长庆的部下有两位青年 张俭和袁世凯 他们胆子很大 高梨的兵也没有抵抗的能力 于是他们把大院军首先直送天津 然后派兵占领汉城险要 几点钟的功夫 就把李氏应的军队打散了 吴长庆这时实际做高梨的主人翁了 后高梨许给日本赔款并许日本使馆保留卫队 这样中日两国都有军队在高梨京都形成对峙之势 光绪八年1882年下初之际 中国在汉城的胜利使得许多人轻敌 张简主张索性灭高梨 张佩伦和邓承修主张李洪章在阴台设大本营 调集海陆军队预备向日本宣战 张佩伦说 日本自改法以来名额其胜 使则预付封建 继则预改民政 萨长二党争权相亲 国债山基 以旨为弊 虽兵制不武太兮略得行似 然外无战将 内无谋臣 问其失传 则以扶桑一箭为贯 故以铁石木狼 不耐风涛 于皆小炮小舟而已 去中国铁船定远 超勇 扬威远慎 问其兵数 则陆军四五万人 水军三四千人 有且官多缺员 兵多缺额 尽使杂木游舵 用冲航武 未经战阵 大半为妾 又去中国怀 乡各军远慎 邓陈修也是这样说 扶桑片土 不过内地两行省耳 总和内府现银 不满五百万两 窘迫如此 何以为国 水师不满八千 船舰半街朽败 陆军内分六镇 统计水路不赢四万 而又举非精锐 然比之敢于悍然不顾者 非不知中国之大也 非不知中国之富且强也 所逝者中国之魏适尔 中国之虫发南端尔 这两位自命为日本通者 未免看似太义 李鸿章看得比较清楚 他说 已自变法以来 一亿昧是西人 无非欲窃其叙于 已为自雄之术 今年前参议伊藤博文赴欧洲考察民政 付钱有七川亲王父俄 又分钱使聘意大利 驻奥匈帝国 关盖连篇 相望于道 其注意在树交职党 西人亦乐其轻心轻负 每遇中日交涉事件 往往亦存袒护 该国扬债既多 设有危急 西人为自保财力起见 或且引住而护持之 夫未有谋人之据 而先路谋人之行者 兵家所计 日本不屈西法 虽仅得行似 而所有船炮 略足与我相敌 若必跨海数千里 与角胜负 致其死命 臣未敢未却有把握 地东征之事不必有 东征之志不可无 中国天炼水师 时不容一日稍缓 西年户部只拨 南北洋海房经费 每岁共四百万两 无如只拨之财 非尽有着支款 统计各省官所解 南北洋房费 约紧及原波四分之一 可否请旨 就下户部总理衙门 将南北洋每年所收房费 和名时数 物足原波四百万两之数 如此则五年之后 南北洋水师 养之当可有成 这次大辩论终了之后 越南问题又起来了 张佩伦 邓成修诸人 忽然忘记了日本 大肆运动与法国开战 终 法战士一起 日本的机会就到了 这时高离的党政军 正成对垒之阵 一面有开化党 其领袖及红英职 金玉军 朴永孝诸人 其后盾及日本公使 逐天进一郎 这一派是亲日的 想借日本之势力 以图独立的 对面有是上党 领袖及金允职 宁永义 尹泰骏诸人 后盾是袁世凯 这一派是连华的 想脱避于中国的保护之下 以免日本及其他各国的压迫 汉城的军队 有中国的驻防军 和袁世凯带练的高丽军 再一面 对面有日本使馆的卫队 及日本军官所练的高丽军 在中法战争为其以前 开化党不能抬头 继其以后 逐天就大活动起来 说中国自顾不暇 哪能顾高离 于是红英职 诸人乃绝技大举 光绪十年 1884年10月17夜 红英职设宴请外交团 及高离药人 各国代表都道 唯独竹天称病不治 后呼报火警 在座的人就慌乱了 民勇一出门 被遇埋伏兵士所杀 红英职跑进王宫 宣称中国兵变 强迫国王移居 并召竹天带日兵进攻保卫 竹天这时 不但无病 且轻率队伍入宫 国王到了开化党首里以后 下召肇事上党领袖 他们一进攻就被杀了 于是宣布独立 派开化党的人阻隔 10月19日 袁世凯带他所练的高离兵 及中国驻防汉城的军队进攻 中日两方就在高离王宫里开战了 竹天剑不能抵抗 于是撤退 王宫及国王又都到袁世凯手里 红英职 朴永孝被乱兵所杀 金玉军随着竹天逃到仁川 后头日本 政权权规世上党及袁世凯 开化党完全打散了 袁世凯这时候尚不满三十 忽当大事 因电报不通无法请示 只好便宜行事 他敢大胆地负起责任 制止对方的阴谋 难怪李洪章从此看重他 派他做住高离的总代表 竹天是个浪人外交家 他如果没有违反日本政府的意志 至少他超过了他政府所定的范围 事变以后 日本政府以和平交涉对高离 亦以和平交涉对中国 光绪十一年 1885年春 伊藤与李洪章定天津协定 双方皆撤退驻高离的军队 但高离以后如有内乱 中日皆得调兵进高离 光绪十一年 1885年 英我两国因为阿富汗的问题 机智开战 他们的冲突波及远东 英国为预防俄国海军从海深险南下 忽然占领高离南边之巨魔岛 俄国遂谋占领高离东北的永兴湾 高离人见日本不口靠 又与俄国暗通 求俄国保护者 在这种形势之下 英国感觉危险 日本更怕英 我在高离得势 于是日本英国都怂恿中国在高离行积极政策 英国觉得高离在中国手里以英国全无损害 躺到俄国手里则不利于英国甚大 日本一觉得高离在中国手里 他将来还有法资夺取 一旦到了俄国手里 简直是日本的致命之伤 所以这种形式极有利于中国 李鸿章与袁世凯最大行其积极政策 从光绪十一年 1886年到20年 1894年 中国对高离的政策完全是李鸿章和袁世凯的政策 他们第一紧紧的把握高离的财政 高离想借外债 他们竭力阻止 高离财政绝无办法的时候 他们令招商局出面借款给高离 高离的海关 是由中国海关派员代为管理 简直可说是中国海关的支部 高离的电报局 是中国电报局的技术人员用中国的材料代为设立 代为管理的 高离派公使到外国去 需先得中国的同意 到了外国以后 高离的公使必须遵守三种条件 韩使出自各国 应先赴中国使馆据报 请由中国侵差望同赴外部 以后及不拘定 二 欲有朝会公宴酬罪交际 韩使应随中国侵差之后 三 交涉大事 关系紧要者 韩使应先密商 中国侵差和事 这种政策 虽提高了中国在高离的地位 但与光绪五年1879年 李鸿章最初所定的高离政策 绝对相反 最初李鸿高离多与西洋各国往来 想借西洋的通商和传教的权力来抵制日本的领事也小 彼时李克索行的政策使中国独占高离 到了光绪十八九年 1892到1893 日本感觉中国在高离的权力膨胀过甚 又想与中国对抗 中国既独占高离的权力到了危急的时候 当然只有中国独当其冲 甲午战争直接的起因 又是高离的内乱 光绪二十年 甲午 1894年 高离南部有所谓东学党 聚众数千作乱 中日两国同时出兵 中国驻平内乱 日本借口保卫侨民及使馆 但东学党造论的地方 举汉城上远 该地并无日本侨民 日日本派兵其多 便超宝侨所需之数 李鸿章知道日本另有野心 所以竭力先平东学党之乱 使日本无所借口 但是内乱平定之后 日本仍不撤兵 日本声言高离内乱之根 在内政之不休明 要求中日两国 共同强迫高离改革内政 李不答应 因为这就是中日共管高离 这时日本舆论十分激烈 一意主战 中国舆论也激烈 要求李鸿章火速出兵 先发制人 是大夫觉得高离绝不可施 因为施高离就无法保东北 他们以为日本国力甚小 我不夺得量力 敢与上国抗衡 实以蜡壁挡车 以中国灵支 直如催枯拉朽 李鸿章则觉得一调大兵 则双方是成其虎 中智欲罢不能 但他对于外交又不让步 他这种军事消极 外交积极的办法是很奇怪的 他有他的理由 俄国公使喀西尼 答应了他 俄国必劝日本撤兵 如日本不听 俄国必用押服的方法 李觉得既有俄国的援助 不必对日本让步 殊不知喀西尼虽愿意给中国援助 俄国政府不愿意 原来核战的大问题 不是一个公使所能负责决定的 等到李鸿章发现 喀西尼的话不能兑现 中日外交路线已经断了 战事已经起始了 中日两国同于7月初一宣战 8月18 杨历9月17 两国海军在高离西北压绿江口相遇 那一次的海军战争 是中华民族在这次全面抗战以前 最要紧的一个战争 如胜了 高离可保 东北不致发生问题 而在远东 中国要居上日本居下了 所以甲午8月18的海军之战 是个划时代的战争 值得我们研究 那时我国的海军力比日本海军大 我们的占世界海军第八位 日本占第十位 我们的两个主力舰 定远和阵远各7000吨 日本顶大的战舰不过4000吨 但日本的海军也有优点 日本的船比我们快 船上的炮比我们多 而且放得快 我们的船太参差不齐 日本的配合比较合用 所以从物质上说来 两国海军时相差不远 那一次我们失败的缘故很多 第一 战略不如人 我方圆定舰队排人自阵市 由定远 阵远两铁甲船居先 称战斗之主力 海军提督丁汝昌以定远为作舰 舰长是刘布禅 丁本是骑兵的军官 不懂海军 他大人忠厚 颇有气节 李鸿章靠他不过做精神上的领导而已 刘布禅是英国海军学校毕业的学生 学科的成绩却是上等的 而且颇实莎士比亚的戏剧 颇有所谓如将的风度 丁自认不如刘 所以实际是刘作总指挥 等到两军相忘的时候 刘乎下令把人自阵完全倒置 定远 阵远 两铁甲船居后 两翼的弱小船只反居先 刘始胆怯 倒置的缘故 想图自权 这样一来阵线乱了 小船的人员都心慌了 而且日本得乘机 先攻我们的弱点人 其次 我们的战术也不及人 当时 在定远船上的总炮手 英人泰勒尔 胎了 看见刘步缠变更阵势 知道形势不好 他先接付炮手 不要太远就放炮 不要乱放炮 因为船上炮弹不多 必命重而后放 吩咐好了以后 他上望台 站在丁提督旁边 预备帮丁提督指挥 但丁不懂英文 泰勒尔不懂中文 让人只好匕首式交谈 不久炮手即开火 而第一炮就物中自己的旺台 丁受重伤 全战不再指挥 泰勒尔亦受轻伤 日本炮弹的准确远在我们的之上 结果 我海军损失过重 不敢再在海上与日人交锋 日人把握海权 陆军输送的行动自由 我方必须绕到山海关 其实海军失败以后 大势就去了 陆军之败更甚于海军 四年三月 李鸿章与伊藤定 马关条约 中国成允高黎独立 割台湾及辽东半岛 赔款二万万两 近代的战争固不时而戏 不战而求和 当然要吃亏 这一次要吃亏的是高黎的共管 但战败以后而求和 吃亏之大远过于不战而和 同志光绪年间的政治领袖如曾 左、李及公亲王 闻祥诸人远想一面避战 一面竭力以图自强 不幸 识人不许他们 对自强事业则多方彻时 对邦交则好轻举妄动 结果就是误国